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评论 在2007年3月5日 在铜锐湾保良谷门内有一宗棄婴案 同一日下午 亦都是大角咀有一名少女 还在读中学16岁 报清身体不息 最后要求协助 救护员发现事有QK 最后联络警方 经调查后 华尔其实是有人刚刚生完BB 而感到身体不息 警察现在正在调查 两件事件是否有关联 事后亦有人向救护员透露 除了刚刚生完BB 所以身体感到不息之外 亦因为遗弃了她的BB 而感到不安 其实这一宗事件 只是香港少女未婚华人的冰山一角 未成年少女在香港失身的情况 是有上升的趋势的 反映出香港性教育 无论是家庭性教育 或者是学校性教育的迫切性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少女发现自己意外怀孕 很多时候她们第一个选择 就是向她们的朋友去谈诉 去寻求意见 而且她们很倾向以堕胎去解决这件事件 在3月5日这宗棄婴案发生之后 亦有一些文化人写文章 去回应现在的情况 其中一位文化人 他的意见就是 香港政府可以学校美国 推行这个精绩性教育 就是鼓励青少年人 将性保留在婚姻里面 因为在美国很明显的 精绩性教育推出了几年之后 这个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比率 是下降了大约一成 而少女未婚怀孕的情况 亦都下降了大约30% 所以这位文化人就建议 香港的政府可以试下 学校这个精绩性教育 但同一时间这位文化人 亦都建议其实她认为 最好的选择是终止怀孕 也就是躲胎 去结束少女未婚怀孕的情况 因为如果少女 在未有工作能力之前 就生了一个小孩 很多时候最后 就只会对她自己的家庭 对社会造成更加大的负担 但这一点 数在下不能久痛 今时今日香港的性教育 可谓各门各派五花八门 大家传递的信息内容 可能甚至乎南沿北切 大家的价值或者立场 亦都会有些出入 例如有些性教育工作者 他们认为可以说婚前性行为 婚前性行为是没有问题的 又或者提供不同的选择 给当事人 如果当事人是意外怀孕 未婚怀孕的话 例如可以选择中止怀孕 做胎手术 但有两点我相信 所有的性教育工作者 都会认同 认为这两件事是共通的 第一就是即使是做了安全措施 每一次性教育都有怀孕的可能 而即使做了安全措施 亦都不是百分百保障 可以成功避孕的 而且其他的避孕措施 例如避孕帖 或者避孕药 亦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这些亦都一定要向当事受众 他们说回这个副作用 而且亦都不应该单单只在性教育里面 就只是强调做了安全措施 你就可以安枕无忧 这样是有误导受众之嫌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对人命的尊重 这一点特别是探讨到 意外怀孕未婚怀孕这些问题的时候 应该也要平衡强调的一点 所谓的尊重人命是什么呢 尊重当事人 例如怀孕的那位女性 第二亦都要尊重胎儿里面的生命 虽然有很多人觉得 现在的法制里面 怀孕二十四个星期前进行 亦都有合法的堕胎手术 只要符合法律里面的要求 那些就是合法无罪的堕胎手术 但事实上是否真的这么简单呢 二十四个星期前的胎儿 是不是不算是生命呢 在法律的角度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法律只是道德的最底线 是一个表现了伦理的最底线 但是其实在美国不久之前 已经怀孕二十四个星期大的胎儿 成功出世 而且还可以生存下来 究竟那位胎儿如果在法律的角度里面 其实他可以合法堕胎 但他的确是一个生命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了 例如八个星期大的胎儿 是会对痛楚有一定的反应 虽然有些人就这一点 认为这个纯粹是一个基本机能的反应 不算是感觉到痛楚 但是也都在这一点中是争拗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说堕胎可以结束到当事人受苦的话 我们也要考虑了 那胎儿是否算是受苦呢 而且所谓结束了当事人受苦受到困扰 只是可能是即时性的 而没有考虑到它长远的 例如堕胎带来的心理影响 甚至乎堕胎的风险 首饰的风险 这些亦都是要告诉当事人知道的 很不幸香港的堕胎率一向都是高企 就好像之前那样说 是超过了一些发达的地区 但是在香港我们会见到 有人为了虐待动物、虐待宠物 而要求加强要求的刑罰 去抗议、去示威 但是我从来都没什么可见到 会有人为了被剥处生存权利的胎儿 而去抗议、去示威 作出一些控訴 现在坊间对意外还议的女性 一般来说都有三个意见提供给她们 第一,生个嬰儿下来 自己养大她 第二,生个嬰儿下来 交给其他人养大她 第三,就是以堕胎手术去终结事件 无论如何 这三个都是一些 都要付出一定代价的选择 究竟哪一个对当事人 是会有最长远的影响呢 当然如果是说 因坚成瘾 又或者是继续怀孕下去 会对孕妇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那就另作别论了 在不少的个案里面 例如3月5日的事件 那位少女围起了她的BB之后 一会儿就出现了后悔的心态 有时这个悔意的心态 是会一日之后出现 有时是一个月、一年 甚至乎是说十年 但是如果那位女性 是选择用堕胎去结束事件 无论如何 这个悔意一出现的时候 她都不能做任何事去弥补 而且这些心理影响 是十分之长远 对当事人的情绪健康 是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所以在尊重人命一点 和对女性的心理上 当事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 这两点来说 其实三个选择里面 以堕胎去结束事件 实在是一个最不好的结束方法 无论是对那位女性 又或者是对她腹中的生命 eadingby bwd6 感谢观看